得知大本营要做一期友情内容 让我给某某写一封匿名信 我和某某相识于2012年一个活动 他很大方地说 你好 我是某某 我很羞涩地说 你好 他说 那戏你接吗 我说 那就一起演呗 那天阳光很灿烂 可我并不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 他喜欢欺负人 不讲理 就说最近一次为了宣传电影走红毯 走红毯 我看他穿了很高的大跟鞋 怕他会残 拉着他快点走 纯属心疼女演员 可他事后说我走得有点像感激 丢了他的人 还在媒体前说我 头围有61 已经呼之欲出了 比他腰围还粗 说完以后还特地给我发微信说 你不许发微博回应啊 你得给我挺着 有这样的吗 希望大本营这么高端的平台替我证明 我头围真的只有59 所以他的头围到底是59还是61 老师可能马上又会发一封信了 好 那我们就谢谢雷佳英写来的这封信